记者吴正峰、谢群林台北报道,台北地检署与林郑署103年接获填举至移民署发包自动通关系统等标案社会,前连监听三年,认为至少次起标案有问题,金额高达8.7亿元,13日发动上百人搜索并约谈17名被告讯后以移民署前移民资讯组长施明德等11人涉案, 预令30至100万元交报,据悉四起币案分为移民署服务站终端电脑设备更新案,陆克来台线上申请平台及入出国查验系统外网安全节能终端设备入出国查验即自动通关系统总价高达8.7590万元,其中属陆克线上申请系统7.7亿元价金最高 检举人指出,施明德已与厂商有对价关系,先让有益的标的厂商找来无意投标的业者共同组成三间厂商为标,标案成立后,再让有益的标的厂商以最低标却评重选 不过包含施明德等17名被告,13日全数否认指控,但北检未踩信,预议令其中11名被告交报,于6名占请回 时任移民署长的谢立功表示,与施明德无私交,印象所及,施的资讯专业能力很强,署内不少系统采用他的规划,当年接获弊端讯息,随即转报正封单位,后已查无时拒结案 没想到时隔多年再报 谢立功指出,资讯系统采购案不只资讯组负责,亦有秘书室与外部学者专家等单位 参与无从研判哪个环节可供上下其手 他建议,既然国门系统已传出采购弊端,政府应马上检查系统有无问题 避免资料外借,令也呼吁政府检采购法,看看能否把人为影响因素降到最低